只要憂傷伴著我 著 地 花隨風著 光彩點亮的老街燈上 落在老屋線上 落在來往老人的大衣和母子上 落在鼻冬到懶樣樣的馬匹身上 構成一層蓬鬆的積雪 夜幕低垂之後氣溫罩降 街上只剩下零星的老人 有時候甚至根本空無一人 街景顯得有些藉良 若不是空蕩蕩的街道 此刻雲飄揚著白雪 似乎會以為這是一張靜止的風景畫 出了馬車的車夫艾鵝納 和他乃以為生的一匹小馬 靜縮在一個風勢微弱的街角避寒 艾鵝納靜地失縮在馬車的駕駛座上 他的臉被凍得很蒼白 仍然是個沒有血色的鬼魂 雖然一個客人也沒有 但他仍然十分敬業地 坐在他的崗位上守候 不因為越來越強的雪勢 而怠慢了工作 倘若所有的雪都落在他的身上 恐怕他也不覺得需要將他門抖落 但是我立的小馬同樣也被凍得發白了 可是大躍看見主人是如此的村珠 所以也只好溫成地斬著 從也不凍 這筆小馬其實不是真的狠少 事實上他的身形並不瘦少 而是他看起來骨瘦如柴 就是一副營養不良的模樣 他靜靜站著的時候 從遠一點的角度看起來 其實覺得他的雙腳細長得像 是菜市場販賣的廉價薑餅 薄紙單薄無料 並且輕輕一折就斷 彷彿是學習雀主人一樣 小馬半合雀眼 低雀頭似乎也陷入尋屍 過了狠狗 喊我立和他的小馬 都處立在原地沒有移動 時間一點一滴流逝 氣溫降得更低 天空越來越暗沉 老街燈的光芒反而顯得明亮了 喂!那邊!就是你駕車的 突然間喊我立聽到有人換他 他驚醒似的趕緊轉頭尋找聲援 小馬也跟著一起轉頭 他從尖著雪花的眼睫毛 逢極中 畢見一位身穿大衣的軍官 喊我立與他四目交會時 因為那人只是靜靜站著 不法一語 所以喊我立有一道懷疑 這一切只是自己的幻聽 喊了 直到那個軍官當著他的面 再度換他時 他再確認自己真的有生意上滿了 為波葛 軍官對喊我立喊 喊喊著 你實在了嗎? 你做不做生意喔 你快點過來 我要去圍波葛 為你表示已經聽見了喊我立 立拉動馬上的薑城 他的手一揮動 堆積在馬背上和他 肩膀上的雪花雜時飛揚起來 軍官上馬車坐下來以後 喊我立展現他的專業和老練 像天鵝一樣伸長伯子 扭著扭著 然後 沒什麼理由地抬抬屁股 最後 又發出一股清喉嚨的聲響 他的小馬十分配合主人 聽見主人清喉嚨的聲響以後 立刻也伸伸頸子 並且原地踢了踢他細瘦的馬腳 喊我立揮起手中的鞭子 小馬船直開步向前行 馬車起步不久以後 在某一個彎角 另一輛馬車突然轉彎 他怎麼要撞上 了喊我立的車 沒想到 這輛馬車的車夫 先下手為強 路聲斥窄喊著喊我立 你搞什麼鬼 往哪個鬼地方開來 笨蛋 喊我立上尾來得及回應 再就他身後的軍官立刻憤怒地叫馬 看你一副蠢樣子 誰都知道你才是混蛋 你應該靠右邊 坦白說 喊我立 被軍官的態度嚇了一跳 如果軍官沒有回應 他想以他的個性來說 大概盤個不是也就算了 沒必要發整我大的脾氣 馬車繼續前行 有一個轉角 一個橫月馬路的老婦人 沒有注意到馬車 差點被撞到 喊我立的 猛地拉著 僵城殺車 他原本想向老婦人道歉 覺得自己應該在這行人 往外頻繁的路口放慢速度的 怎料他身後的軍官載到牆 想先開口 你以為在自己家散步嗎 鄭女士馬路 你走路不看路嗎 老婦人被嚇得不敢抗聲 趕緊掉頭離開 喊我立的 其實也被嚇得不敢抗聲 他想 他竟然再到一個流氓 何時此刻 他也只能保持沉默 他在駕駛座上 駕駛駛駛駛 身出地磅 抽動僵性 眼珠子轉惡轉滴 因為太緊張緣故 有一刻 他甚至不清楚自己身材何方 也不知道 為什麼 他一定要接這筆生意 他們到時 惡棍流萌 軍官忽然大聲大笑 說到 喊我困惑地 他們 我說的是剛才那些欠罵的人 處是駕駛流萌 走路不看路 想害我們把他們撞死 他們死了 我一點 同時一點也無所謂 但撞死他們 我們可得到牢獄之災 自己想死為害人 何惡 軍官荒謬的論點 令喊駕駛更加惡恐了 他起初將頭轉向軍官動力下 嘴唇 好像要說什麼 但最後他發出的聲音 僅是一陣 撕也的啟手 你怎麼了 車夫 軍官問 喊駕駛走起眉頭 嘴唇勉出一道 勉強的微笑 軍官口中這句隨口問問的 膚顯華語 竟忽然扭開了一道 但我心中的鎖 他彷彿等待某人向他問候這句話 已經暗暗期待了去舊 恐怕連該怎麼回答 他演練過許多回 他清了清喉嚨提起桑門 慎重歧視地對軍官說 先生 我們兒子者的聲齊光過世 啊 他生什麼病啊 軍官動漲細望地吻 艾爾納將身子緩緩執向軍官 好方便和軍官說話 誰知道他們說是某種傳染病 他進醫院才三天就死了 唉 恐怕是上天的旨意吧 喊我粒耳筆 正準備聆聽軍官表達遺憾的反應 同時軍官的腳大敲 過去你這該死的老頭子 嚇你眼睛睜嗎 一名老先生拖著門山的腳步 被軍官突如其來的敲叫嚇得實雲落塌 顯然艾爾納爾也事 而受到了驚嚇 本以為軍官會針對他兒子的事情 做出更多安慰的回應 結果沒有出來的話 卻是對於路人的路戚 他必須坦誠此刻得心中 事有點失落地 車夫 你仿神嗎 繼續走啊 滾滾擦角艾爾納的不對勁說 照著人的速度幾百年有到不了 你再邊邊他吧 艾爾納再次邏兒一下身子 抬抬屁股舉起手猛秋鞭子 他緩緩地回過頭看一下軍官 軍官閉著雙眼 沒有想起他說話的樣子 就這樣他保持沉默地駕路著馬車 而軍官卻始終不發一語 僅閉著雙眼 不知過了多久 終於抵達了目的地為波角 軍官下車之後 艾爾納在一間酒店前停下來 他彷彿 他恢復了先前等候客人士的姿態 在寒風中靜靜地 坐在駕駛座上緊縮著身子 時間一分一秒流逝 花花的雪片又開始堆積在小馬王 放在駕駛的身上 幾個小時以後 人行道上傳來孩子沉重激地的聲響 有三個年輕人 其中兩個人的身子高高瘦首的 另一個矮小堂背 他們一邊執著一邊走過來 接近艾駕駛的時候 那個矮小的男人用他生雅的桑子喊叫著 車夫去橋頭 我問三個人二十個比 去不去 二十個比的價錢都要喊我 來書當然是不公道的 不過他已經不在乎了 不管多少錢都無所謂 只要有乘客就行 這三個年輕人依然圈囂著 相互推涌 推擠湧上馬車的座位 因為座位不救 他們爭先擁後地爭執著 那兩位應該坐下來 誰有該站著 經過一連串的炒雜之後 他們終於決定由矮子站著 為什麼偏偏是我站著呢 矮子發出不平之明 因為你站著 看起梁根港門座就一樣一般高 另外兩個人取笑他 好了 就這樣吧 矮子無奈地說 他站到屬於他的位置上去 然後再喊我 背後呼著氣 指高氣揚地說 走啊車夫 你帶著這摩一頂滑梯的帽子 全彼得寶都不可能 找到比這更高的帽子 哎唷 好啊 好啊 對呀 這的確是 這的確是頂可笑的帽子 好了好了 你帶什麼老闆 我們什麼事 什麼事 快點 快把我們再度要去的地方 你打算用這種烏龜速度走完全程嗎 老天王 其中一個高個子說道 與筆 另一個高個子忽然 說 我的頭很痛 昨天再度 我叫馬索夫家 阿斯科跟我一共學了四平白難地 你說科 身旁的朋友馬上反駁他 說 你像隻豬邏一樣殺荒 我說真的 我沒騙你 我真的一口氣 跟他學了四平白難地 我要是雪芳 就被馬級踩死 太沒正意了 你現在就坐在馬上 怎麽樣也不會被馬踩死 好吧 要是我雪芳 我就會落魄島當奢夫 而且我家的馬比 我問現在成在的這匹 還要來的修約 他重新發誓 你乾脆拉一台烏龜奢樹 哈哈 他的朋友 他的兩位朋友 核起紅 喊我了 為了表現出自己 也融入了他們 雖然明明心中覺得有些手傷 但仍然強顏寬笑 苦惡著雪 珍風趣的紳士 你見鬼嗎 我們要是紳士 你就是貴族 乃至北莊還被哭 雀 你這該死的老笨蛋 還不趕快 你這叫作駕車嗎 該死的 快用鞭子鞭馬 快點 你這老鬼 趕快抽他 叫他跑快點 喊我了 的背部一陣糧 他可以這樣 角度 矮子說話時 扭曲不平的姿勢 他聽到 那些對他惡意的攻擊 然後 看見路上來往的人群 一股強烈的孤直感 孤直感 湧上心頭 矮子跟他的朋友 繼續進行毫無建設性的風雨 豐言豐語 不是對路人發出難聽的批評 當然有不忘的罵 喊我了 嫌他跟他的馬一樣老 直到他們幾乎把 就罵人家祖宗百代的 詞語都用盡了他們才稍微停歇 不久 那兩個高國只開始談論起另外一個對象 說了一會兒 肯快就停止了這句話題 拉我一顆回頭看著他們 仿佛 找到他們說話的空檔 藍藍似於地說 唉 我的兒子死了 他再上升起死 那女不死人 誰不會死 看知聽了 嘆口氣雪倒 然後又開口 喂 不如慢下來 我繼續趕路 你想要我永遠都倒不了嗎 對我再鞭打幾下巴 高國子 學著 車夫 你聽見你沒有 另一個人更不客氣 他跟著馬 老頭 你要事不鞭打你的馬 那麽 只好讓你來替他 只好讓你來代替他 好 我們可不願意主動鞭打老人家 唯你是不是朝不起我們 把我們說的話 全當成耳邊峰嗎 話一說完 嘔嘔嘔嘔 似乎真的感受到他的頸子被人拍打了一下 然後 身後的三個人 狂笑起來 一副天不怕地不怕地 狂妄無恙 車夫 你結婚了嗎 高國子文 問我結婚了嗎 哈哈 我有一個老婆 唯一小塊地 哈哈 我再沒有別的了 只有等盡了墳墓 大概還能 再擁有一塊墓碑白 我兒子已經死了 我自己倒是苟然殘喘地活著 可被我死神抓錯這隊長 他不來抓我 他抓上我的兒子 唉唷嘔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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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感謝老天我們到了 那序二十個被艾娥納靜靜地看著 這三個風風天天的年輕人離開馬車 緩緩消失在遠方的街角 他再度孤獨一人了 空虛像螞蟻一樣 爬滿他的心房 原以為能夠傾訴的心事終究 還是勇則塞在腦中 暫時壓抑住的悲傷 這刻 以一種更為強大的力量回頭來吞噬他 大樓立憂仇地 將亡著來往的路人 狠疑惑在他們之中 是否有任何人願意聆聽他的聲音、心聲 這寫路人忽然 這寫路人匆忙地來去 可說是完全不在意路邊 到底多一個車夫或是少一隻流浪狗 他感覺自己的孤寂無邊無齊之苦 一旦潰堤就將染沒整個天地 雖然如此仍然不會有人察覺到他的情緒 因為他的孤寂埋葬在無人 可見的心底 不久 螞蟻停車的房子裡走出一位門房 親愛的朋友請問我幾點了 螞蟻燃起一線希望此地問他 十點你站在我們家面前降灑 快離開門房冷耗地說 螞蟻燃於是沮喪地走了 他沿街細了一段路之後忽然停下來 他垂頭彷彿這種向優秀投降的姿勢 他覺得向人求助是沒有用處的 心中感覺到劇烈和痛的他拉動僵性 決定返回馬救了 馬似乎感受到感覺到主人心裡的想法 開始努力振作精神 抬高馬蹄小跑起來 大約過了一個半小時 螞蟻燃終於翻抵了馬救 這女像是一個車夫的終點 集散地 集中穿許多車夫 他們從這女發車 又回到此地又甜 螞蟻燃窩在康莊的大棗旁 圍繞在大約造行 地板上 地板椅上和 稻草堆上 全躺著車夫 全躺著車夫 再呼呼帶水 空氣惡臭 不得令人作惡 但我立其實也 一點也不想睡覺 事實上他根本不想 這麼早回來 可事他實在 沒有辦法在外頭工作了 他想今天他連餵食 生厚的乾 糧淺 都還沒讚夠 此刻手邊僅有的 只是滿滿的憂傷而矣 能夠從中溫飽肚子 而且還有一筆 雖然瘦弱 可還坎勇的 賣耳 比起許多流浪看來說 他已經算是幸運的了 突然 角落裡走出一個年輕的車夫 他走向艾鵝林 身旁的水桶 口渴嗎?兄弟 問他 可想事嗎? 他睡眼聲鬆地說 往來他不想 答你艾鵝林 口渴事件好事 兄弟,至於我 我的兒子死了 你知道嗎? 就在這星期 在醫院 他竟然就這樣走了 艾鵝林 雨不偷瞄了一下 一翼眼 那個年輕的車馬夫 想看看他是否有任何 有何反應 可視什麼也沒有 年輕人喝完水又倒 胡回原來的地方睡著了 艾鵝林 嘆了口氣 走走頭 他站起來 去喝了一口水 然後跟那個年輕人一樣 又回到原來的地方 他不是愛說話 只是真的想說說話 他的兒子去世都快一個星期了 為什麼每天人能夠讓他好奇地談談呢? 他要慢慢地 非常仔細地 跟著聆聽的朋友 傾訴這件事情 那些不耐煩地說話的人 他雖然感覺難過 但並不太在乎 因為那些人 並不會明白他心中的痛楚 他將傾訴 他的兒子說怎麼病倒的 死前如何受到折磨 講了那些遺言 最後斷氣的時候又是如何 他還要詳細講述葬禮的狀況 以及他如何前我醫院 取回兒子的遺物 說他 也可以一併談談他的女兒吧 他的女兒還住在鄉下 他是想談談他 阿娥納 越想越覺得有很多事情 應該跟人談談 然而 悲慘的是他找不到人來聆聽他的故事 他想著想著 最後終於忍不住落下淚來 即使是他已經酷了 仍然沒有人注意到他 好吧 我想我還事去看看我的小馬 壞了吧 什麼時候都可以說 我還事去好好照顧一下 身材的工具去辦 他在我自然自願 他穿上外套就好向馬舊 去照顧馬單獨一個人 他想著一些關於乾涼、天氣和客人的事情 但就是不敢想起兒子 他可以跟別人談論起兒子 他為食小馬 主事著他的雙眼對他說 快吃我全部吃光光 我們沒賺夠錢 好賣面脈 但是我們可以吃乾草 我恐怕已經老到快不能駕車了 應該讓我的兒子來駕車吧 他可以成為一個更優秀的車輔和 現在餵食你的 應該是他 而不應該是我 叫我哭 叫我哭 沉默變黑 繼續說下去 小馬啊 你知道嗎 我的兒子 父慈馬 叫我哭 死了 他丟下我們走了 你了解這種感覺嗎 就好比你有一隻小馬 你是他的母親或父親 然後 他突然離開這個世界了 嗯 你又會很傷心吧 小馬邊著邊聽 動了到馬蹄 唉我哭 沉溺在他的鼻箱當中 似乎覺得找到了出口 就這樣站到昏暗的馬狗類 一股老人被對著 對眼前的小馬串盆 托出了他和他兒子的故事 為什麽搭乘馬車的客人 都是賴用的不可一世 躁動粗暴呢 老馬夫與他們相較之下 顯得沉靜溫和又滿懷心事 老車夫 車夫的身份地位看起來 比不上乘客 他顯得優雅去多 車夫的生活困苦 在認真務實的工作中 有時也遭到羞辱和萬麻 他能忍受這一切 為的應該就是家人 然而上天不仁卻在一場急病中 奪去了兒子的性命 他感到非常痛苦 想要傾訴 需要聆聽 這樣的悲傷 確實可以透過與有人交談 而急到安慰 可惜的是 他遇見的乘客與同行夥伴 都沒有興趣 又沒有內心傾聽 他試了一次又一次 只感到失落而言 在失落之中憂手 憂傷更加沉重 最終他只能與自己的小馬說話 尋求理解和安慰 整篇小說場景都是落雪天 白茫茫的飛雪中 一個老人一匹獸馬 掙扎求活 不能不被理解 沒有同情 何處可以找到救贖 老車夫意見的乘客 都沒有同理心 他們完全不關心他人的遭遇 與痛苦 你覺得自己時候同理心嗎 同理心的人嗎 當別人向你傾訴痛苦 或比箱 你能專注傾聽 提供安慰嗎 小說的結尾 停在老車夫 向馬兒傾訴的畫面 是否覺得特別固執淒涼 你覺得作者的安排有何意義 很嚴重 你也不說 你覺得你不認識 可是我一定會 我以為這件事情 感谢观看